噢 殺讚眾神之怒全新預告片來了 呃... 呃... 好吧 來 當然很難不覺得我們已經在見證一個殞落王朝的最後一口氣 畢竟在水行俠以及閃電俠之後 這個時代的DC也就結束了 連末日巡邏隊都被迫提前完結了 It's over, isn't it? Why can't I move on? 不過這支預告其實還蠻刺激的 有種超人遇上哥吉拉的感覺 所以姑且不管未來DC影業會變成怎麼樣 按照慣例我們還是帶大家來看看這支預告 大家好 我是超粒方 感謝點進這一部影片的你 如果你出來乍到絕點訂閱就可以加入這個邪教 我們都會在第一時間做各種必看影視解析快樂才跟上 結果已經離第一集有四年了 我發現我好像只記得看到一個成年人在那邊flossing I'm gonna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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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s no stopping me 所以在進入這次殺戰壯神之怒解析前 先來為大家稍微複習一下殺戰原著背景 以及上級電影在演些什麼好了 先前在黑亞當預告解析就跟大家提過了 殺戰在1940年代名字便是驚奇隊長 大家可能會好奇這怎麼跟漫威角色撞名 原來當時在郊遊DC結束出版前 是由福西特漫畫所發現 而那個年代的殺戰便是以Captain Marvel之名現身於世人眼中 後來這個角色被DC收購就開始改成為殺戰 但一直沒有正式改名 之後在2011年DC新52系列中 這位驚奇隊長便正式改名為殺戰 殺戰在1940年代可說是叱咤風雲 銷量甚至超過超人漫畫 他的本名William Joseph Billy Batson 首次出現在福西特漫畫旗下 出版於1940年2月的West Comics中 Billy被巫師殺戰挑選為正義道德的捍衛者 每當喚起殺戰二字 便會被到閃電擊中進而化身為這名英雄 不過雖然為正派英雄身為青少年的他們 也是很愛講青少年垃圾話 而殺戰一咒分別象徵索羅門的智慧 海克力士的強刃 雅特拉斯的耐力 宙斯的力量 阿基里斯以及莫丘利的速度 在往後故事中 殺戰漫畫甚至出現和他能力一樣的殺戰家族 在上一集殺戰中描述的則是Billy獲選得到殺戰能力後 立抗未被巫師殺戰選上 進而成為反派的物理學家 Stadia Sivana的故事 大概複習完殺戰背景跟前作內容之後 再勢不容緩讓我們看看這一支精彩的預告 不過在繼續之前 每兩個月的發票開獎 總是偏財運的大考驗 這邊推薦一款掌握偏財運的好用app 發票怪獸 發票怪獸掃描發票或者設定好載具後會自動對獎 中獎後也會自動同時 真的蠻實用的 那次掃描發票同時 你還會同步獲得怪獸幣 怪獸幣可以用來兌換贈品 換抽獎券 追擊的抽獎獎品 甚至還包含iPhone14 此外少發票還能解鎖可愛又療癒的小怪獸進行養成 現在是點擊諮詢欄下載連結 透過限定優惠碼領取100點怪獸幣吧 早點領取才不會錯過1月25這一期的抽獎獎品哦 序幕中映入眼簾的是一處看似古老的山頭 應該是所謂的撞神領域 一位神秘的女神從天而降 而她便是由劉玉玲飾演的卡里普索 就算是DC漫畫鐵粉 可能也不知道她是誰 畢竟這名角色從未在任何DC旗下漫畫中出現過 她的創作靈感來自希臘神話中的雅特拉斯女兒之一 在神話中卡里普索並沒有任何能力 她獨自住在奧吉吉亞島上 在奧德修斯偶然發現她住處之後 為了使奧德修斯成為她不離不棄的丈夫 於是卡里普索便將她囚禁起來 最後受到宙斯命令將其釋放 事實上希臘神話中卡里普索並沒有太多著墨 而在殺贊壯神之怒中 她很明顯扮演反派角色之一 在這個畫面中 卡里普索在廢城體育場將一顆金色蘋果塞入地底 進而造成相當大程度的損害 仔細看卡里普索手持殺贊魔法杖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在雙擊殺贊中 Belly注入神力之後隨機摧毀這支魔法杖 如此一來她便不會落入反派手中遭到利用 然而在2021年DC Fandom宣傳片裡 這支被折斷的手杖殘骸卻珍藏在博物館 推測這就是卡里普索在殺贊眾神之怒中取得她的方式 接著我們可以看見殺贊正在於一名看似高貴的富人講話 這名富人即是由影后Karen Mirren所飾演的赫斯佩拉 而她改編自雅特拉斯在神話中的另外一個女兒 和她的妹妹卡里普索一樣 她亦是一名從未在漫畫中出現 首次登場在DC影視宇宙的仙角 在希臘神話中 她則被稱為西方的仙女或是黃昏女兒 而赫斯佩拉徐徐向殺贊發布開展宣言之後 殺贊一頭霧水地對她說 你真的是有夠嚇人 卻被赫斯佩拉轟到遠處 再次讓我們瞥見她驚人神力 在上完斗大的華納新線營業以及DC字卡後 Billy在此說到 在過去幾年發生了許多事 包括一名巫師寺給她神力之外 更提到她的養兄弟姐妹 皆加入殺贊一組一事 我們也可以看到殺贊華麗的變身過程 她同時指出 現在雅特拉斯神奇女兒們找上了她們 接著出現由卡里普索和赫斯佩拉 召唤來地球的飛龍 以及赫斯佩拉攻擊殺贊家族的畫面 值得一提的是 她手上那顆金蘋果是傳說中 取回雅特拉斯能力的工具 至於這是什麼尚未分校 在此除了看見殺贊家族從青少年狀態 化身為超級英雄姿態外 也聽到赫斯佩拉繼續說 他們將神力從其父親雅特拉斯身上奪走 然而殺贊又噴了 也許我們應該先將這些筆記下來 從此我們也可以得知 殺贊的垃圾花在這部續作中 依然占有一席之地 赫斯佩拉接著使用方才提到那根魔法杖 擄獲了Billy兄弟Freddy 接著巫師殺贊出現 告訴殺贊家族人類即將毀於一旦 而最後幾個快閃畫面 看到卡呂普索和赫斯佩拉所召喚的火龍 對城市造成相當大的破壞 殺贊此時則是手持魔法杖 向這兩名女神姐妹宣告 要奪回雅特拉斯能力 儘管放馬過來 看來這支神力強大的魔法杖 將會在殺贊眾神之怒中 扮演相當重要的麥告粉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致敬 便是在卡呂普索凝視下 殺贊大喊一聲Kalissi 並且一群躁爆火龍 這個Kalissi 當然也就是冰月火之隔離的龍目 這會不會只是另外一個 片上高層要求的過時笑話 又或者殺贊第一集是在2019年4月推出 那時權力遊戲還沒完結 所以也許殺贊自從那時候就處於昏迷中 就人酒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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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祸害腦神經 還有一種可能 也就是在殺贊平行宇宙裡 老爺早就把冰月火之隔離寫完了 而那個宇宙之中的人 也因此得到應得的影集結局 這句話當然沒那麼重要 我只是想要幻想一下 殺贊再次決定正面影戰 同時我們看見另外一名女角登場 她是另外一個希臘省雅典娜 在先前DC Fandom宣傳片裡 雅典娜曾和Billy兄弟Freddy有著短暫互動 所以我猜她要不是先與其他兩名姐妹 前來調查殺贊家族的 就是早已與Freddy秘密結盟 巫師殺贊此時和Freddy在一起 周圍背景化成猶如奇異博士電影中 為我們帶來的震撼立體世效 為什麼巫師殺贊會跟Freddy單獨在一起 其他殺贊家族成員又到哪去了 最後更看見Billy飛翔和雅特拉斯之女在一塊的Freddy 卻被赫斯佩拉的魔法阻擋在外 之後Billy的羊姐妹Mary在此時說 殺贊家族並不知道要怎麼對抗雅特拉斯之女的能力 幾幕快閃畫面之後 殺贊家族大夥們跟巫師殺贊碰面時 Billy激動地指著巫師殺贊 要求她將其能力收回 然而巫師殺贊則表示 她跨越千年就是要尋找Billy這樣的戰士 來守護道德與正義 殺贊聽完這起話立刻又繼續投入戰鬥中 而Mary這時卻在化身英雄之際變為青少年模樣 殺贊接住從天而降的她 化身殺贊的Billy在此時搶回魔法杖 並且決定和卡里普索來一場死鬥 在接著這一連串快閃畫面中 除了看見殺贊家族精神的戰鬥力之外 更令人興奮的則是各種形形色色的怪獸了 殺贊眾神之怒表演David Sandberg 正是一鬼關燈以及安娜貝爾造孽燈恐怖片文明浴室 雖然殺贊眾神之怒走的不是恐怖路線 但打造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怪獸 的確是Sandberg所拿手的 在這裡我們看到独角兽火龍和一些不知名的怪獸 相信也是為這部片加上不少分數的看點之一 最後我們看見Billy手持魔法杖持出吃奶之力 對抗那條貫穿整部預告片的火龍 他急速朝火龍飛去並展開他的攻擊 於是這隻充滿緊湊動作場景的預告便在這一刻落幕 話說James Gunn答應我們1月一定會公布他的全新DC大藍圖 如果想要第一時間看到最新消息的話 別忘了訂閱 我是超理房 我們下部影片 見